天主圣神 两段 天主圣神 略过六岁生重重 有轻抚彼女的缘也散风 天主圣神 在那破晓曙光中 风满天 春临大地传颂 异止余 飘浮 关心人灵 出生身的虚气 温暖我心 第二段 传送一旨意 要父欢喜人的 主上神的虚气 温暖我心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我们感谢天主 借着永远圣母的转求 赐给我们种种恩惠 让我们再求他 为我们转求天主 今天我们将会采用 求恩第一式 如果你用册子 是在册子的第七页 而且我们每向导词之后 我们的答复是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在个人方面 使我们能忠诚地 每日祈祷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有困难时 赐给我们勇气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受到陷害时 能克服 报复的意念 可爱的母亲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经济发生困难时 经济发生困难时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与亲友发生 误会时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在团体方面 使我们国家的领袖 谋求人民的福利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使工人得到合理的待遇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努力 效事基督 关怀他人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在其他方面 愿圣神赐给教宗 智慧 勇气 及力量 以领导教会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愿圣神引导青年人 选择正确的道路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务使我们 因骄傲而藐视 天主与教会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使我们以王的亲友 永远分享基督的光荣 可爱的母亲 求你帮助我们 现在让我们静默片刻 我们为我们自己的一项祈祷 请众同道 上主 我们求你借圣母玛利亚 资传求 福听我们的祈祷 阿们 在上周呢 我们总共收到了 467封信件 在当中求恩信件有 288封 感恩信件有77封 以及102封 是诗人信件 那以下呢 是一些求恩意向 最亲爱的圣母 我儿子有焦虑症 最近他的两个好朋友去世了 这严重地打击了他 求赐他平安 度过难关 我的媳妇 媳妇正怀着第二胎 求你也为 胎儿的健康 平安 带导 母亲 请为我的儿子转求 给予他力量 好好备考 好让他顺利地 应对 欧水准考试 并且 充满智慧地 考个好成绩 明年 能进入 理工学院 圣母 请为我母亲的康复和支付 她的住院费用 能力 祈祷 也请为我儿媳妇 剖腹生产 成功 带导 请为我们的家人 特别是我将要 接种疫苗的兄弟们 带导 所以亲爱的好母亲 请你帮助我的大女儿 在附近的天主教学校 获得一个 一个小一名儿 我丈夫和我 为她明年的入学手续 付了很大的努力 这包括了搬家 和完成40个小时的 自愿服务 我们恳求您 为此意向带导 最亲爱的母亲 请为我疏离 天主和还没有 皈依的家人带导 并祈求耶稣 触动他们的心灵 母亲 请为我的母亲 祖母和叔叔 得到医治 祈祷 求赐他们健康和长寿 最亲爱的永远 圣母 请为我的女儿 祈求身体健康 学有所成 并时刻守护着她 而以下是一些感恩信件 最亲爱的圣母玛利亚 感谢您和您的儿子耶稣 伴随着我们度过50年来的 美好时光 和困难时期的婚姻生涯 我们知道您一直在引领和 护守着我们 我们爱您 圣母妈妈 爱你的儿子和女儿 最亲爱的永远圣母 感谢您的带导 让我在工作上 十多年的公司被裁后 六个月内 找到了称心如意的灵活工作 我非常感谢您的引领和牵线 让我通过人脉 获得这份工作 您感激您的女儿 最亲爱的圣母玛利亚 我的哥哥在外出一周后 突然出现冠病症状 我们一家人都感到焦虑不安 他马上自我隔离 并进行了检验 虽然我们都很担心 但感谢天主的恩典 检测结果是阴性的 这场虚惊让我感到惭愧 我是不应该把 国内良好的疫情控制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 谢谢您 圣母妈妈 一直为我们的安全祈祷 爱您的女儿 最亲爱的母亲玛利亚 我衷心感谢您为我们带导 自从我同事的妻子被诊断出 患有癌症后病情危险 当他在家户病房时 我们我的同事 恳求我们伸出援手 恳请我们为他 妻子的康复带导 我们一直都在 为他的康复祈祷 因着您的转求 病人在二周后 转入了普通病房 现在出院了 并在家中疗养 我和我的同事 都要感谢您的座右和带导 您天主教的儿子 再来一封 最亲爱的母亲玛利亚 我要以一份深厚的感恩之情 作为这封信的开头 感谢天主赐予您 做我们的母亲 我感谢您这些年来 以慈母般的爱 一直都为我带导 过去我曾有错误的选择 也走错了人生的道路 但我知道 一呼唤你时 你就在那里 最近我女儿的身体长了瘤 我请您的带导 祈求是良性的瘤 感谢天主 他接受了手术后 恢复得很好 疼爱您的女儿 亲爱的圣母 我在十五年前 来到你的台前 恳求您帮助我 那被诊断出 有学习障碍的儿子 我当时很担心 他将无法应对学悦 和面对生活的挑战 如今我的儿子将要毕业了 也被选为毕业典礼的 致辞人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 因着您的带导 和您儿子耶稣的降福 所成就的 我非常感谢您 和你的儿子 以及诸天使的护佑 让他克服了挑战 度过难关 从一个自卑胆小的男孩 成为一位自信的男人 最重要的是 他的信心在过去四年中 巨增 他现在是教会的活跃团圆 我知道一定是您 好母亲 把他带到了您儿子的身边 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和事物 不得到您护佑和转求 当我的儿子踏入现实的社会时 请继续为他祈祷 好让他在一生中 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术礼天主 您感恩的孩子 那以上呢 是我们上周 所收到的一些求恩及非常漂亮的感恩信件 我再一次呢 再一次的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 请继续的投你的求恩 以及特别你的感恩信件 现在请大家继续的翻到册子第十七页 如果你在家可以的话 请跪下 我们现在一起念敬礼经文 永远圣母 仁慈的母亲 我们前来投靠你 因为人人都知道 你是罪人的脱靠和希望 求你也做我们的脱靠和希望 为了基督的爱 求你向我们可怜的罪人 伸展你救援的手 我们曾多次犯罪 但是现在知道 若投靠你 就会克胜罪过 所以无论在任何诱惑或患难中 我们必来呼求你 圣玛利亚 请救援我 使我不在 远离天主 现在让我们一起赞美圣母玛利亚 念圣母经一遍 万福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 阿们 现在我们用圣母的赞主送 同他一起赞美并感谢天主 我的灵魂送养天主 我的心神因救世的天主而愉快 因为天主随念 避你的灰界 今后万事的人称我是幸福的 因为全能的天主 在我的身上完成了奇迹 他的名是至圣的 天主对敬畏 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 天主施展了他的神 粉碎了人们心底的骄傲 天主从高位上推下有权势的 举扬起那微小悲剑的 天主使饥饿的人得到富足 叫一向富足的人空手回去 天主不忘他的仁慈 造管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如同从前对我们的祖先亚巴朗 和他的后裔所许过的 玛利亚你是基督的母亲 你也是我们的母亲 请众同道 天主我们全心感谢你 赏赐玛利亚做我们的母亲 他仁慈和爱了解及关怀我们 我们再次向你致谢 阿们 现在请翻到赐子第35页 我们一起唱《亲爱圣母》一段 《亲爱圣母》一段 《亲爱圣母歌连火》 我尽力向北京 半朝渡航于世海中 任凭风芒推荣 同真生路高居天上 得起光华仙境 小祖愿开保护儿子 前途顺利光临 可爱生路别忘我 引起我语不说 知之来日与天国 与儿共享永福 我们今天已经是为庆祝我们九月份的圣母游行九州敬礼的第四周 我们这九州的敬礼主题是 我的名是永远圣母 而今天的我们的小主题是 玛利亚指引道路 大约在六年前呢 我很侥幸的能够带领一群朝圣者一起到以色列去朝圣 当然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呢 有机会的去拜访加纳 加纳呢就是在圣经中 非常出名的这个加纳晚宴的这个地方 那当然呢 我们在那边他们据说就是在那个加纳婚院的那个地方呢 他们现在已经是建了一座教堂 所以我们在教堂里面呢 庆祝了弥撒 而在弥撒当中呢 我们特别有为当时所有的在场的夫妇们呢 让他们重发他们的婚姻寺院 当然在弥撒过后他们也非常开心 因为在那个地方差不多每一间家呢 都有在卖这个所谓的加纳红酒 我相信呢 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们都有到这个地方呢 你在家里面呢 肯定也有一瓶或几瓶的这个加纳的红酒 可是呢 在拜访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我当时也有问了当时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朝圣者 我问他们 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参观呢 我们到了这个地方 加纳 我们有了这个台弥撒 它背后的重点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整个体验 加纳婚宴的体验 主要的重点是在讲述关于婚姻吗 还是呢 我们是在讲述关于耶稣的第一个奇迹 那其实呢 当然这几个都是其中的重点 关于我们反省婚姻的重要重点 耶稣的奇迹 可是背后呢 一个很重要 我们应该反省的 是这个整个体验当中 整个故事当中呢 圣母和耶稣之间的互动 而这个章节呢 这个故事呢 其实是在邀请我们反省 借着这个故事 圣母和耶稣之间的互动 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和耶稣之间的互动 在这个整个加纳婚姻的背后的故事呢 我们都读到了或反省到 在当时的婚宴之中呢 突然间没有酒了 而圣母呢 用非常稳重的这个语气呢 对当时的这些仆役说 他是指耶稣 他无论吩咐你们做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其实这一句话呢 我们好好地去反省呢 是圣母呢 当时他在指引我们朝向基督 并深信去追随基督的一切教导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这九周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 我们会反省这圣母 永元圣母像的不一样的部分 去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圣像 而今天呢 我们要注重的这个部分呢 是这个话中呢 圣母的右手 其实呢 如果我们好好地看这个圣像啊 圣母抱这个耶稣 婴孩的这个样子呢 他不像是在普通的人 在抱着婴孩的方式 而且他的右手呢 是也非常的有象征性 这右手呢 就在差不多这整个话的中间 可是如果你证实呢 把耶稣从这个整个画像中拿掉 你看这个圣母的右手 他呈现的方式是什么 他的这个呈现的方式呢 是一个很特别的动作 就好像我们人用这个动作 去呈现某些东西给别人 就好像这样子 如果我要介绍某些东西 我就是用这个手的这种方式 去介绍人给你 而在这个画中呢 这个手是圣母要介绍某样东西给我们 他要介绍的是什么 那当然就是他的手 在抱着的耶稣 所以呢 这整个右手的含义呢 也就是圣母在指引我们朝向耶稣 而当我们来到这圣像前呢 我们看到这个圣母慈祥地看着我们的时候呢 他为我们带导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手的意思呢 也是在告诉我们说 这个就是你该朝向的主基督 而第二点呢 我们这个手呢 也有一个特别的另外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含义 你会看到圣母这个稳重慈悲的手呢 是在画中是被耶稣的这个小手紧紧地握着的 所以呢 他也是在示意 当我们把我们的问题 把我们的遭遇 把我们的痛苦 带到这个永远圣母的圣像前 这母亲呢 是在邀请我们去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可是在我们扶持着她的手的当儿呢 我们也在同时在紧紧地握着耶稣的小手 曾经呢 我们这个 在这一边呢 有一位 还没有灵系的基督徒啊 不是一个天主教徒 他是一位基督徒 他在基言巧合的情况下呢 就有一次来参加永远圣母敬礼 那之后呢 他在圣像前就祈祷 可是他在祈祷的当儿呢 突然间他好像听到很清晰的一个声音 一个女人的声音告诉他说 你快点去做一个体检 所以呢他听了之后 第二天呢他就做了这个约定 然后到医院去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 之后呢他发现到 当时呢他已经患上了这个肝癌 可是因为这个声音叫他去做这个全身的检查呢 他即使地发现到 也成功地把这个癌症的部分呢 全部都去除了 所以当时呢 这一个人对圣母 尤其是永远圣母相呢 非常的感到感恩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 他就不断地来这教堂 参加周末的弥撒 也周末的敬礼 而且呢当时 当我们在这边要见 再重建这个新的教堂的时候呢 他很乐意地付出 也给了很多的帮助 在我们建这教堂里面呢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最终呢 他也和我们分享 他在这整个体验当中 他认识了母亲 可是呢 这母亲的圣像呢 让他更加地认识天主 最终他要求 让我们能够把他接受 进入我们的天主教大家庭 那这真是呢 也反映出我们这圣母圣像 他的这个右手的邀请 他母亲呢 是在无时无刻地邀请我们 朝向基督 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难免都会遇到困难 而在这困难当中呢 圣母总是非常慈悲地欢迎我们 来向他求助 等待着我们去握着他这坚强的手 但他也是会无时无刻地邀请我们 朝向基督 他引领我们朝向真正的救世主 所以让我们继续地借着圣母的手呢 朝向我们的主基督 永远圣母请为我们转求 现在请大家继续我们翻到册子第二十页 我们一起念向圣母送 自人自辞 统真玛利亚请记忆 凡人求你保护 求你救援 求你转达 从来没有不得到所求的 需统真至圣统真者 我的母亲 我怀着这种一世的心 投奔于你 我虽有罪 但现在忏悔 又来到你台前 需圣子降生之目 别拒绝我的要求 但请你仁慈地俯听我 阿们 为病人祈祷 主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忍受了痛苦和悲伤 请俯听我们为病人的祈祷 赏赐他们能效法你 甘心忍受自己的病痛 如果是你的旨意 请赐他们痊愈 使他们永远不忘记 你关心他们 阿们 现在请大家一起唱永远之母 在车子第二十一页 我们唱第三跟第四段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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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闪 阿们 阿姨 阿ака 阿坡 � française 阿花 三度重留生活 並救我們於難關 一日時光邁到身邊 且激勵我們生天 色情編曲 光黃霜天薩因深弦 郭忠夫夫驻臺欠 刀陽桑陸心急立協 并出古教 去酒店 虔诚传心 已知永远 无关所缺 心心间 生父生子 生身尊高 知人知善 欢明朝 其送得那 生安纯扰 请你赞美 不欢愿 天主圣山 无心欲傲 永生勇往 相荣耀 你此天把病给了他们 那病还有种种美味 请忠痛的 天主 你在药妙的生世内 给我们留下了你痛苦的纪念 我们恳求你在我们清静你提雪的药基石 使我们常体验到你救赎的成果 你生活并未忘 余无穷是知识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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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赞美恩宝圣神 赞美天主之母 只圣玛利亚 赞美圣母圣儿无天之时谈 赞美圣母荣罩圣天 赞美同真圣国 玛利亚之名 赞美圣母圣 圣母之敬佩 赞美天主 与祖天是圣人之间 李宗盛 请大家翻到车子第四十三页 我们一起唱《感谢玫瑰母后》 唱两段 《感谢玫瑰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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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美德 是我们双爱天主 小爱人 感谢玫瑰母公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一个非常神圣 及愉快的周末